大家好,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五,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知名经济学家警告,经济危机即将到来,阿根廷的现在就是美国的未来 华尔街资深投资者,知名经济学家彼得·西夫周四在一连串推文中对美国经济前景发出了警告 认为现在的情况与2008年之前相似,美国正面临一场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冲击 西夫首先对周四公布的美国第三季度GDP数据进行了评论 称第三季度GDP增长4.9%并不意味着强于预期的经济增长,而是比官方报告更高的通胀率 GDP的增长是由更高的消费和政府支出推动的 但更多的增长来自于更高的价格,而不是GDP凭减指数所分配的3.5% 西夫接着说,如果你想了解为什么我们处于如此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而主流金融媒体和华尔街的重量级人物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危机的爆发,只要回顾一下2008年夏天的报道和预测就知道了 在另一条推文串中,西夫写道,从阿根廷的现状可以窥见美国的未来 10月12号,阿根廷央行将利率提高了15个百分点至133%,但在通胀率高达138%,预算赤字和债务不断上升的情况下 加息对降低通胀没有任何效果 他还接着说,如果你认为这不会发生在美国,那么再想想吧 阿根廷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按人均计算,我认为个人收入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意味着我们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在此前的推文中,西夫还警告,美国国债收益率将继续飙升 并断言,我们正非常接近美国国债的崩盘 美元将大幅贬值,美国经济和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也会随之下降 亚马逊第三季度交作业 营收利润均增长强劲,云计算业务正在发力 亚马逊在这个财报季交了一份令投资者满意的答卷 强劲的销售和利润增长,同时暗示云计算部门的盈利正在恢复势头 周四,亚马逊公布第三财季经营利润111.9亿美元 大幅高于市场预期的77.1亿美元 每股收益0.94美元,市场预期为0.58美元 销售净额为1430.8亿美元,市场预期为1415.6亿美元 其中云计算部门亚马逊网络服务AWS 第三季度的收入略低于预期 第三财季AWS净销售额230.6亿美元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231.3亿美元 但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表示 该业务正在启吻 贾西在电话会议上还表示 该公司与客户签署了几项新协议 并于本月生效 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需求 可能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推动云部门的发展 在他发表上述言论后 该公司股价在盘后交易中飙升约5% 该股周四收于每股119.57美元 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43% 此后投行杰弗瑞的分析师 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亚马逊云计算部门的销售额 同比增长了12% 这一数字略高于上一季度的数据 标志着近两年来AWS收入 首次出现季度的环比增长 向人工智能迈进 贾西在电话会议上承认 一些公司仍在寻求削减租用计算能力 和软件的支出 这一现象阻碍了AWS及其竞争对手 微软和Alphabet在相关业务领域的增长 不过贾西称 依旧有许多客户正在转向 在亚马逊的服务器上运行新项目 并且贾西表示 亚马逊的目标是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主要参与者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种可以根据大量数据生成文字或图像的技术 贾西表示 这项技术代表着AWS未来几年数百亿的潜在收入 他称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应用程序对该部门的销售起到了多大的推动作用 但该部门的业务增长非常非常快 9月亚马逊宣布与人工智能初创公司Underropic建立合作关系 根据协议 亚马逊将向A投资12.5亿美元 最高可达40亿美元 而A将使用AWS技术 并向AWS云客户提供其人工智能工具 削减成本的努力正在见效 就在投资者分析亚马逊最赚钱业务的健康状况时 季度业绩清楚地表明 亚马逊削减成本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效 去年亚马逊仔细审查了开支 削减了工作岗位 限制了招聘 关闭了边缘项目 第三季度 亚马逊的销售和营销支出 较上年同期下降 这是至少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 技术和基础设施支出的增长 仅增长了8.8% 约为一年前的四分之一 此外 亚马逊预计第四财技销售金额的区间 在1600亿美元至1670亿美元 市场预期1665.7亿美元 预计第四财技经营利润70亿美元至110亿美元 市场预期87.1亿美元 英特尔第三季度营收好于预期 大力推进晶圆代工业务 英特尔公布了第三季度的业绩报告 报告显示 三季度净利润为2.97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为10亿美元 三季度每股收益为7美分 去年同期为25美分 调整后每股盈利41美分 不及去年同期的每股59美分 此外 三季度收入从153亿美元下降至142亿美元 而预期则为136亿美元 英特尔第三季度个人电脑业务收入下降3%至79亿美元 优于分析师预期的73亿美元 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收入下降10%至38亿美元 略低于共识的39亿美元 英特尔调整后盲利率为45.8% 而第二季度为39.8% 同时公司还给出了第四季度的前瞻指引 预计第四季度营收录得146亿至156亿美元 分析师预期为144亿美元 该公司还预计四季度调整后 每股收益为44美分 同样好于分析师预期的33美分 公司CEO帕特·基辛格在谈到财报时表示 虽然过去了几个季度 业界看到CPU和加速器之间的市场份额发生了一些变化 服务器市场也出现了一些库存消耗 但进入第四季度后 我们看到了正常化的迹象 随着人工智能在科技领域变得更加占主导地位 基辛格对英特尔的定位 以及中央处理器的未来充满信心 他称 这些大型模型的训练很有趣 但我们认为这些模型的部署和推理使用 才是未来真正令人惊叹的 而且其中一些将在加速器上运行 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将在质强处理器上运行 他还透露 英特尔目前已有三家客户 对其18A代工工艺技术做出了承诺 该公司此前透露 一名客户已预付款 但基辛格周四补充说 英特尔还有另外两名客户 本季度我们看到的另一件事 有点出乎意料 那就是对人工智能客户和英特尔 先进封装技术的兴趣大幅飙升 目前英特尔正在大力推动建立晶圆厂代工业务 通过该业务为其他公司生产芯片 尽管华尔街并不完全看好这一举措 好 我们看一下盘前的表现 那么受到亚马逊业务这个推动 我们看到亚马逊盘前上涨4.85%左右 上到盘 收到他股价盘前的一个驱动 那么市场今天盘前都有所反弹 不过我们看到亚马逊实际上 它已经是一个震荡下行的态势 我们之前在这里给大家画出了第一次破位应该离场的信号 后续跌破小平台继续减持的信号 尽管今天盘前有所反弹 但仍旧处在下跌趋势线的下方 因此需要更多的K线去确认下跌趋势线的右侧直接架构 才能去做多对吧 避免说它是一个简单的反弹而已 好吧 这是亚马逊 那么刚才的英特尔呢 英特尔我们搜一下 我们先把这两个图先说了对吧 英特尔我们说破位之后先离场是吧 但今天盘前它又涨上了7.41% 我们应该重新化好一个局部的下跌趋势线 它也对于当前的下跌量来说 它也是一个123下跌 对吧 震荡下行 尽管盘前又涨上去 我们要提防再次回落的可能性 毕竟我们之前看到微软也是 有业绩出来之后 拉升了一波 是吧 直接跳空高开了一波 但随后的一根K线是大阴线是吧 所以英特尔我们要也要等待 这根下跌圈的右侧架构啊 再去做多了 好 我们说第四五浪非常复杂 你看 一二三 直接四四上去了 是吧 然后四五浪啊 还是啊 跌下来啊 我们要继续观察啊 不要急 好 这是这两个图对市场的一个驱动啊 好 我们回到股指 好 那么受受受到刚才那两个股的一个呃 这个这个盘前上的一个拉动啊 那么呃 纳指呢 盘前啊 这个期货呢 盘前是压务时段是有所反弹 不过大家看到其实反弹的力度整体上还不是太强啊 我们不不要完全看这个数字哈 而是要看这个近期阴线和阳线K线大小的比较啊 对吧 那么后续会不会给一个反弹 有啊 有可能啊 我们说上涨过程中有下落是吧 有回撤 对吧 那么下跌过程中有反弹呢 对吧 不要急于朝底哈 你看这就是小多头啊 小吧 看一下小吧 说台上去会怎样 台上去还要再回落再指定一下 我们再去做 对吧 避免说他就是一个反弹 然后继续跌下来 所以空头呢 也要允许 或者说熊市里也要允许有多头哈 对吧 没有多头 那那那空头卖给谁呢 啊 或者说空头买谁的呢 对不对 所以啊 啊 也要耐心的去观察这个 止跌架构啊 而不是一个反弹 对吧 反弹并不重要哈 重要的是止跌的一个架构 那么空头呢 应该继续啊 这个持仓 看空 好 那么罗素呢 反弹无力啊 只有0.2%的一个反弹 那么更应该等待哈 不仅要等待右侧点位 还要提防进一步 深跌的可能性 道指呢 道指今天盘前反弹的力度 也不大 我们看到 只有0.1%的一个波动哈 那么这样的话 震荡下行的态势 目前还没有被破坏掉 应该继续看空 综合来看标普 也是啊 像纳斯达克一样啊 有所小反弹 但整体上 由于整体啊 这个看涨的力量不多哈 所以多头K线较小啊 下行的概率率高 好 这是大盘 我们看一下反指 那么今天反指呢 受到科技股的简单的反弹 这个S3Q啊 有所下落哈 这很正常 对吧 但是啊 整体的多头态势还没有注定 所以啊 这个图的多头的态势没有注定啊 所以多头应该继续持仓 好 我们看一下10年期国债收益率 啊 对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 我们在技术面上的一个预期呢 啊 由于多头趋势线还没有被向下强劲的破位哈 所以大家应该继续顺势预期哈 会不会窄幅震荡也有可能哈 但目前来说趋势还没有最终的被终结 所以应该假设原有的多头态势 但是没有被 结束啊 这是收益率 也就是说啊 美债本身还可能要继续低啊 而收益率可能要继续涨 什么时候见顶 技术面上啊 应该再看一下啊 没办法去猜顶啊 目前来看 而基本面上呢 感觉 那就要看中美之间有没有进一步的 啊 合作了哈 好 这是10年期 这是美债哈 好 我们看一些热门的标的 我们 FNJD这个图呢 刚刚突上去啊 那么今天盘前有所下落啊 那么后续整体的多头态势还没有变 所以多头应该继续看涨 它实际上是一个收敛形态 大家看 你把这个横线拿走 你会看到啊 它是一个啊 这有一个收敛的架构 是吧 在突破之前 小回落 那么昨天是突破 那么可能今天啊 有所回落 在止滴 将继续往上走 对吧 那如果你画横向阻力区 那也是刚刚突破上去 对不对 FNJD比S3Q稍微滞后一拍哈 慢了半拍 好 我们看一下AI这个图 好久没看啊 AI这个图 嗯 它到底跌不跌下来呢 啊 它在这磨叽了好久啊 那么多头的止损 肯定就在这附近啊 一旦强势的跌破下来 就先离场 如果没有进场的话 我倒是觉得 这可以画一个 这样的小斜线 小的小斜线啊 等它啊 向上凸上去的时候啊 再去做多会好一点 啊 凸上去稍稍回落 再再止跌会好一点 同时到时候止损 就放在这附近是吧 那么如果之前 在这超过底的交易者呢 应该提防下落啊 下落就跑掉了 咱们就不做了 嗯 所以有没有可能止跌 我们数一数 它是第几浪 一 二 三 四 我们说四五浪非常复杂 可涨可跌 而是事实上呢 市场也给出了一个 收敛的小三点形 对吧 收敛 但向上还是向下呢 市场也没有给出 所以说四五浪 就开始非常复杂了嘛 嗯 四五浪非常复杂的意思 就告诉你 不要一定会怎么样 对吧 市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 这是AI的一个预期 啊 我们看一下八八啊 八八这个图呢 只能说目前是一个少量布局的一个状态 都大家呢 啊 如果啊 这儿在突破上去再回彩指跌一下 可以去做多哈 嗯 你看他磨叽这么久 他也没有深跌嘛 这说明啥呀 这说明这还真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大底 是吧 他是一个横盘细盘 而不是一个深跌细盘 对吧 所以多头要开始支撑起来 这个 呃 对吧 这个图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多头啊 嗯 好 我看一下FUBO 说FUBO这个图 它也是一个收敛形态 你把这个线拿一拿 你可以发现局部这个位置 是个收敛形态 是吧 我们对于对称三点形的看法是什么来着 是中性的 因为多头没有倾向 空头也没有倾向 那怎么办 啊 就跟刚才那个收敛小三点形 一样哈 AI这 是吧 这是个小的收敛小三点形 那这个FUBO是个大的收敛小三点形 那就等它向上突破再去做了 对吧 向上突破再去做多 只准方下方 是吧 那如果打下来就不能做哈 收敛小三点形 意味着都和双方都没有方向啊 都没有选出方向来 博弈均衡哈 这就是真的均衡 我们看一下AL 我们对AL什么态度来着 波段交易 你看这一波波段 家伙真吓人哈 直呃呃的往下咋 所以我们说波段交易非常的重要啊 这个市场 不稳定啊 也就是说没有稳定的趋势 是吧 没有稳定的单边趋势啊 而是双向震荡 那么这根下跌居然的右侧给出了吗 没有 继续等 是吧 CCL呢也没有给出吧 我们应该画好这些下跌趋势啊 等待一些指跌架构 对吧 或者把这个图 把它变清晰了哈 不要看太多啊 就画局部的趋势线 对吧 嗯 画两根就行 啊 顶多找一找近期的支撑位哈 在哪 啊 这附近都有可能是 对吧 啊 所以啊 要观察接下来指跌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看一下高通 高通呢 这儿局部有所小创低啊 把这个 其实现在画这儿来啊 就可以了 等待右侧 这区域都是支撑区啊 看看能不能支弄住 好 波音呢 我们看一下传逐果啊 没有指跌哈 等待下对上的右侧 没有指跌吧 嗯 应该继续等待吧 好 呃 我们看 我们看一些龙头股吧 AMD 昨天没说 AMD 今天盘间有多反弹 但是啊 不行 啊 这是一个强劲的空头 波段 对吧 趋势 对吧 震荡下行的 这不就是 搜费呢 这个也没看啊 呃 已经破位了哈 其他的区域也画这儿了啊 原来的区域现在删掉 是吧 嗯 我们说第四五浪非常复杂 就在于此啊 第四浪给你创一个第一点啊 对吧 多头应该继续等待 画画新的下去去实现 多画几根啊 两根 好 特斯拉盘前上涨一点点 说特斯拉全天上涨意味着要指跌吗 不知道哈 我们再再看一看会不会盘前就是个假的 对吧 假的多头啊 他实际上有震荡下行的一个可能性啊 当然我们啊 更希望他能指跌哈 可以去做新的议论的多哈 看接下来几个交易日能不能指跌 对吧 英伟达也所反弹 但英伟达由于昨天这破了一个低点 所以画好下地去实现 等待右侧点位会安全一点哈 不要急 嗯 呃 TQQ给人的感觉呢 创新低了吧 创新低之后应该画好下地去实现哈 把这根下地去实现化好 对吧 等待新的指跌架构 啊 QS呢 这个图 创新低了吧 我们说突破回家指跌没有给 同时创新低了 把应该把应该把下地去实现调好 对吧 嗯 刚才我们已经把那个英伟达和 不是啊 这个这个这个 呃亚马逊和英特尔说过了哈 所以就不重复了 我们看一下啊 Zoom 创新低了吧 不要急哈 所以做多非常的难哈 近期 好 我们先说这么多吧 盘后呢 我们将复盘一下本周的表现哈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再见